在前南洋大学行政楼设立的华语馆三天前开幕 一座仿南洋大学旧牌坊而重建的新牌坊 也树立在行政楼前的云南园里 设立华语馆是新加坡成为中国以外 唯一设有全球华人研究中心的国家 南洋大学牌坊的重建使惊喜情怀得以衔接 现在就带您到云南园走一趟 看看华语馆和南大牌坊 沉寂多年的云南园 在三天前5月17日再次热闹欢腾起来 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 特地前来为华语馆主持开幕仪式 华语馆三个市场 是我国著名书法家潘寿的莫保 华语馆是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创办的 宗乡总会以象征式租金 向南洋理工大学租借前南大行政楼 以设立华语馆 意义更重大的是 华语馆是设在前南洋大学的主要建筑物内 这座建筑物象征着东南亚华人团结合作的精神 南洋大学的单身 实现了创办人士的梦想 而服役南大成长的 这是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华人的社会 将华语馆设在前南大行政楼 是新闻级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献议的 华语馆设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文物资料 加以收集整理 让大家对新闻的人生经历 经历有更全面的认识 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 杨荣文准将一行人 在华语馆馆长潘灵女士的陪同下 参观了馆内的一批珍藏品 49岁的潘灵出生上海 曾经到英国深造 是一位研究海外华人生活与历史课题的学者兼作家 他在上个月初应聘到我国走马上任 我第一项工作是编写一本全球海外华人百科全书 那么初步的工作呢 需要联系海外的权威学者 邀请他们参加工作 遇见的一些什么困难吗 遇见很多困难 譬如 特别需要一些什么援助呢 人才啊 金钱啊 其实很简单 我们香港人有一句话用广东话说呢 要分请要分付 一分钱一分货 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就你还需要更多的金钱上的资助 对 华裔馆内的二百多件珍贵文物 都是由国立大学的李光钱文物馆借出的 展品中包括陶瓷 铜器 和书画等 李光钱文物馆在1970年 设于前南大行政楼二楼 也就是现在华裔馆所在地 在这批展品当中 有不少是70年代时期 热心的私人收藏家 捐献给南大李光钱文物馆的 华裔馆开幕当天 新的南洋大学牌坊 也由杨荣文部长主持揭幕仪式 新牌坊位于行政楼前面的云南园 是模仿玉郎路上段旧的 南洋大学牌坊而重建的 即使牌坊上1955南洋大学几个字 也是根据旧牌坊上 于佑任的字迹仿造的 于佑任曾经担任台湾监察院院长 他擅长诗词书法 现在南大新牌坊终于建成 令人欣慰 前南大与后南大 血脉相连 我身以为荣 后人为故也必然会同意 在宣扬南大精神方面 我们已经向前走了正确的一步 原有的南洋大学牌坊在1955年底建成 作为南大的入口处 已迎接1956年3月南洋大学的开学 后来牌坊就成了南大的标志 现在南大牌坊依旧屹立原处 只不过是个无字牌坊 那是因为在南大校园开办的南洋理工学院 在1981年拆下原有的字体 放上南洋technological institute 三个英文字 也就是南洋理工学院 不久后 学院把校门搬迁到别处 又把校名拆下来 以至牌坊上如今空空荡荡的 旧南洋大学牌坊 目前还是属于福建会馆所有 福建会馆将继续保留这个牌坊 而不去移动它